記者現在就在這個金山區發生大量土石崩落的現場 可以看到旁邊其實現在大型工具已經慢慢進駐到災區 要先把大塊的落石先清理掉恢復通車 因為其實昨天晚上9點多的時候 整個大規模的山壁是發生了剝落 可以看到其實它的高度有100公尺 那這個大量的落石掉下來 是導致下面三個除水潮已經發生了損毀 而這個除水潮就是來自其實旁邊有自來水公司 那自來水公司的三柱除水潮 原本是要提供給附近200多名的住戶 但是因為現在這個除水潮已經受損了 所以也導致268戶的住戶是沒有水可用 因此現在區公所是緊急趕快調派了 等等會來四輛的集水車要給住戶 另外除了200多名住戶受到影響之外 還有6000多名的住戶也將會有減壓的供水 就是為了趕快讓這個山壁崩落的意外呢 趕快處理完這樣子住戶海才會有這個乾淨的水 那現在現場呢其實大量的機具都已經進駐 主要呢是要清理大塊的落石 並且要恢復雙向通車 因為現在呢區公所是趕快把這個線路先封閉 畢竟現在還是持續的在下雨 就怕如果繼續下雨 還會有落石聚機繼續下來 那昨天晚間呢其實也有募警民眾看到落石崩塌的一切 我們先來聽一下民眾的最新說法 聽時間聽到砰砰砰山聲音很大聲 我以為在上面那個宜家跑那個別宿那邊 在放電報慶祝元宵 那還講有一個客人在等他老公靠湯出來 他說不是不是 我跑到那邊看 他說山崩山崩 整個都淹了 整個都沉淹這樣子 那你們出去有看到那個掉下來嗎 還是沒有 沒有按晚上的看不到 看不到 我沒有沒有去那邊 我只有在這邊看 那都是淹這樣 整個都是煙霧 嚇死我了 我以為奇怪 鞭炮怎麼會那麼大聲 我說他說不對不對 是山崩 好 其實可以看到呢 現在大的挖土機是趕快在這個落石的上面 首先要先把大量的這個大量的石塊呢 先搬走 最主要就是要恢復通車 恢復通車之後呢 待會里民才會有這個集水站可以進來 才會有水可用 那其實這個這個崩塌的意外呢 從昨天晚上九點多發生到現在 現場呢都還是比較狼藉的狀況 那現在呢也有大量的雨水不停的滑落 所以還是要提醒觀眾朋友 千萬不要經過這裡 以上在現場的最新情形 將盡頭交換棚內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 靜好新聞 中文字幕——YK